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所谓的宦官专政 宦官之祸 有三个朝代或者三个高峰最为特殊 一个是在东汉时期 东汉后期 东汉后期宦官和这种所谓的传臣轮流当政 最后我们知道直接的把东汉王朝葬送 直接的原意就是宦官之祸 我们看三国原意一上来就讲所谓的十常事 张让为代表的十常事 最后我们知道被董卓起兵之后打入宫廷 把宦官所有的人全部杀光了 宦官之祸被剿灭 实际上东汉已经灭亡了 那么到了唐朝以后 到了唐朝 中唐以后 宦官的势力又进一步的崛起 这样慢慢的围绕着宦官 形成一个皇帝直接掌握的军队 一万多人最精力的部队 用来最后是 述宗是通过这个来中兴的 最后取得那么控制天下的 然后取得政权之后 就派他的贴身的太监到各个地方 派出特派员 叫监军 监军 这个就是派监军去监督 这样的话 太监的势力既掌握了最精致的皇家禁卫部队 又掌握了对各地的地方军队的控制 那么到后来 太监不光掌握了军事权力 后来逐渐的又掌握了决策出令之权 当时我们后面会讲 当时的宰相机构慢慢的被皇帝疏远 那么出现了在皇帝身边 一个起草皇帝命令的机构 叫庶密院 太监又掌握了庶密院掌握了这些机构 甚至掌握了一些机要文书的起草 那么慢慢的皇帝的太监军权 这个政令权慢慢的操控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 在唐朝中唐以后 在唐宪宗以后 九个皇帝有七个皇帝是由太监拥立的 其中有两个皇帝是被太监谋杀的 所以就是所谓的太监干政 所以唐朝的一个皇帝 那么我前面说过 那么几次外庭的官员想要解救他 解救不了 为什么 叫侠天子令诸侯 他把皇帝等于当人质绑架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后面讲 他一说话就代表皇帝说话 口含天宪 你莫辩真假 你要去攻打他 他先把你抓起来 你要去把皇帝解救出来 他先说你是谋反的 所以我们学中学历史上的甘露之变等等 所谓的韩裕参与的改革 都是这样的失败的 那么最后也是皇朝起义 打入长安 把宦官建了宫廷里面 所有没胡子的人 全部装到麻袋里 都丢到河里去淹死了 这样的唐朝才是这样灭亡的 我们知道后代 那么后来的宋代的话 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太深了 所以宋代是严禁所谓的祖宗家法立项 绝不允许宦官干政 那么这样的宋代宦官干政的问题 可以说为乎其为了 只有少数比如北宋世界同观 那么像这样的宦官 比较少的情况 但是也远远没有达到像唐朝这样 但是明朝我们知道 应该说它的历史记忆也是非常深刻的 周元璋曾经也是定下严刑俊法 在它的宫廷里面立下铁牌 筑下铁牌 不准女后 不准女性干政 不准宦官干政 如果触犯这些法律处于极刑后世子孙 如果谁敢用宦官 那么同时 这个还更有操作性的办法 比如说宦官一律不准十字 宦官 因为宦官超越 所以文字很重要 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所以 那么宦官的话 一律从小进来以后就是文盲 他们只供撒扫 所谓撒扫扫扫地 端茶倒水 不准他们什么 但是 这就是专制政治的 他的深刻的矛盾 其实从朱元璋本身开始 宦官的势力就已经抬头 比如说 朱元璋要搞 这种要监视大臣 要组建他的所谓特务 皇家秘密警察部队 是个锦衣卫 就是要宦官掌握 朱元璋要派到各地去监控 所谓各地的军队 各地的将领派监军 只会打仗要派监军 那么也需要这人 所以他不得不宜众太监 那么以后每一个皇帝 你想想看 每一个皇帝 都要组建自己的秘密部队 朱元璋去世以后 他后面的继承人 也都要组建自己的部队 所以就有了什么东厂西厂 厂卫之类的 每一个皇帝都要有 这样的话 整个的他的部队 由皇帝直接掌控的秘密 调查警察部队都就换官了 所谓的锦衣卫系统 实际上还是东厂西厂内厂外厂 什么之类的 那么这些系统加起来 那么十五六万人 那么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 而且他是代表最高权力核心 那么凡是被他调查的都属于重大案件 那么锦衣卫里面设的监狱是最高的 叫赵玉 是最高级别的监狱 所以一般来说 凡是被锦衣卫调查的 那就很难出来了 所以说是重大案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所谓的二十四衙门被他控制 那么明朝的太监 那么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除了掌握这些秘密警察部队之外 最重要的是 这又是皇帝这个专制制度 他本身的缺陷没有办法 比如说在皇帝本身年幼的时候 必然需要旁门的人需要为他参谋 为他去出谋划策 来辅佐他 再加上后来逐渐的 随着这个权力的扩荡 逐渐的朱元璋力气的加法被冲破 比如说 这个也有的是 你看皇帝身边是文王 皇帝怎么教育 是吧 比如说明英宗是七岁当皇帝 七岁继位 那么他需要有点教育 需要有个有文化的帮他处理公文 一般的外庭大臣不可能每天在他身间 尤其是在宫中这一块 这怎么办呢 那就要选择一个明朝英宗时期的王振 那么王振那怎么办呢 他就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犯罪的一个家族 家庭子弟 罪犯的子弟 处于公刑 因为王振是有文化的 那么这个这样的就出来了 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就是太监呢 这个不识字不准干政的 他是见一切都是见变的 如果有哪个人专门去的话 那就直接的违反祖宗家访 要处于急刑 我们知道后来慢慢的这些太监 当权太监 把朱元璋挂的这些铁牌子在宫里面 慢慢被宅掉 所以不光实质 不光那么过问政治 而且我们知道到了后来 皇帝身边有一个叫做炳鼻施礼剑 专门负责皇帝的文件的收发 文方寺宝 起草 抄写 模仿皇帝的字迹 批文 明朝的皇帝有的太懒 有的太小 没办法 来了公文以后 让皇帝像当年林副统帅似的 懒于正式 让秘书们模仿他的字签字 是吧 那位皇帝们就让太监去签字 这样的话 这个 因为我们后面要讲 内阁大臣起草的处理的意见 他是用 就是墨笔黑笔写的 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抄出来应该是猪皮 那就是圣旨了 一般来说呢 就有太监呢 一样画葫芦 模仿皇帝的自己 把他内阁里面的 这个 起草的文件 起草的圣旨抄一遍就出来 这就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顶笔施礼箭 逐渐呢 成了出纳亡命的咽喉之地 掌握了皇帝的出令权 所以著名的太监魏忠贤 后来号称九千岁 就是因为掌最大的权力 就是丙逼施礼箭的丙逼太监 皇帝的出令掌握在他手里 使得外庭的宰相大臣真假莫辩 没有办法 所以太监成了内阁大臣的手 所谓的之上的太上内阁 太上内阁 这样的话 明朝你看看他的悲剧 可以说在明朝的开国之初 涉及了种种的制度 严加防范 层层防范 最后仍然出现了 如此严重的所谓的宦官之祸 在宦官当正的明朝的整个的明朝中后期 可以说所有的大臣严格说来 以至于后来审刘景的时候 没人能审他 你们哪个人有资格审我 你们在座哪个人不是我提拔的 因为他是最高的 他就是皇帝之间最高的 没有人能审 后来只好找一个亲王 说我不是你提拔的 所以一时到了南明 已经清兵入关了 明朝的残余逃到南方去另立小政权的时候 还在进行了残酷的所谓的燕党 党户之争 和那些所谓的清流之间的那种党派之争 还在进行 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 最后的明朝灭亡 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是我们说 那么宦官干预政治 很多原因和条件也是非常容易想到的 首先宦官为什么在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跟他的特殊的地位 在当时的权力结构 政治结构中间的枢纽地位有关的 在中国的专制社会国家里面 皇帝和外庭之间的联系 主要是通过宦官 所以他是一个联系中外 过去经常讲 沟通中外的一个咽喉妖道之地 皇帝端居深宫 他不能随便乱动 传达命令 传递公文 外边的各个部门 政府各个部门和皇帝之间沟通 是靠太监 所以他本身 我们从权力的规律上也可以看出来 权力关系的规律也可以看出来 一般来说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 谁离当权者最近 谁就容易感染权力 传染权力 他就那么传递性了 因为他出来以后就是代表皇帝 他是皇权皇帝的代表 所谓的手握王爵 口寒天线 他一张嘴就是奉天成玉 皇帝造约底下人先下跪 所以没有办法 这是他的特殊的地位 他是皇帝的代表和化身 连接宫中宫外的咽喉之地 如果他出了问题 那么就没有办法 另外这是他自身的地位 另外还有太监本身 我们说他是被那种文化设计出来的 可以说他具有独特的寄生性和异谱性 对皇权他具有独特的寄生性和异谱性 那么太监在生理上 在文化上 这是备受歧视和蔑视的社会的最边缘的人 最贱的人 我们看一些资料 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在中国文化里面 本来我们说人类 从人类整个讲 男就是男女就是女 我们前面曾经讲过文化 这个归类 人类它需要归类的 在这个文化里面 我们对凡是不能归类的陌生的人 陌生的事物都有天生的充满敌意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归类 人自然分成男人和女人 是吧 但是现在出了这样一类人 没办法归类 所以这个没办法归类 我们看这几个记载里面 那么后汉书里面对宦官传里面讲的 行于之丑理谢全生 生辉无荣于门法 积福莫穿于来体 啥意思 行于之丑 大家都知道了 他的身体不健全 他是绝后的 他没有后代 所以生辉 他混得再好 他个人再成功 他的生命没意义了 因为他绝后 他没有根 所以生辉无荣于门法 一旦他死了以后 他的家族就完了 积福莫穿于来体 还有呢 所以 我们看明代的唐真里面讲的 那就很 这个极尽丑化 灭是智能事了 很多了 我们这里省略的引了一下 所以这个燕奴是 望之不是人身 向之不是人面 听之不是人身 察之不是人情 如牛如直 不是人身也 其生似同不隐 似女不媚 似雅成生 似离成语 甚为身根 绝身之根 其痛非常痛也 那么 而彼奴则为之 则其谋父谋贵何所不为 焉奴者非鬼欲之妖 其人妖乎 焉奴这种人不是鬼欲之妖 不是鬼鬼怪妖怪 而是人妖 人中的妖怪 啊 声音像猫叫 像狐狸叫 又不是狐狸 是女人又不是女人啊 所以你看 没有没办法归类啊 那么这一点 我们从司马迁啊 啊 这个 报仁安说里面也看 故以身残储慧 东而渐游 寓意反损 是以抑郁而无随语 大指以窥缺 虽财还随何 行者犹疑 不可以为荣 莫痛于伤心 行莫丑于辱先 辱莫的祖先 够莫大于功行 行于之人无所比数 这样的人没法归类 还是无法比数 我们用今年的话来说 其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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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